找不到YT會員的按鈕 這個精華剪輯的時候剪出來放在片頭 好不好這個問題很多人問 會員怎麼加入你用手機的APP 你開YT你是看不到會員加入鈕的 你必須要用電腦登錄你的YouTube帳號然後去YouTube 找到我的頻道你就看得到那個加入的按鈕 或者你用手機 然後不要用APP開YouTube 你用Google用網頁版去開YouTube 找到小事汽車頻道 他就會有加入的按鈕 簡單的說就是這個YT跟Apple沒有講好 所以Apple就不爽 在YouTube的APP上面讓他出現加入 這個按鈕 大家好啊 剛剛有人問這個 那個05的3000cc的雅各 那個是一台好車 那個是可以買的車子 好不好 那個就是當時台灣的雅各王 把它改成這個 歐洲版的7代雅各改下去 主要擔心變速箱 其實變速箱有沒有什麼使用注意 我建議你要買05年的3000的雅各 變速箱的錢你就要預留下來 大概兩三萬塊 你就要把變速箱的錢預留下來 因為你要買一台老車 我覺得你首要的就是要留一筆錢準備整理 隨時都要準備整理 2007年IS250能買嗎 可以買啊 但是我不知道你看到的車礦是什麼樣的 他有能買的車也會有不能買的車 看車礦 朋友賣二手車好幾年業績一直不錯去年跟老闆 賣賣 跳出去極致開車廠 結果現在把車廠當招待所 天天喝沒停坐在朋友都在駭逃 這很正常 恩綺講的這個就是我之前在直播有講過 其實 很多這個車行他就是一個據點而已嘛 其實一樣啦 其實也不是車行 也不能講車行 有的人比如說他開一間這個串燒店好了 對不對也是成天朋友都賺在那 那個就是一個做生意的地方其實怎樣就是 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你像我就喜歡熱熱鬧鬧 人來人往 你如果一間店進來員工比客人還多 看起來就 老闆看每天都會逃 對不對 所以我們才會說 我才會很喜歡客人回來 你要來洗車 你要來換雨刷 你要來換燈泡 很多消費者都不知道 我們這邊 跟小絲買車的雨刷燈泡是永久免費更換 只要小絲沒倒 除非小絲倒 要不然基本上 HID沒有 LED沒有 太貴了 我真的不會收錢 你如果是那種方向燈燈泡 前後 燈乳素的 我覺得那個OK 我就常在講嘛 換一支雨刷 還是換一個燈泡要收300 500 沒意思 車給我們買的對不對 燈泡稍微 我們換一下 你換一些涼的來 師傅喝一下 大家說說笑笑的 很熱鬧啊 對不對 回來洗車也是啊 真的我們有客人幾乎都是 定期 每個月至少要回來一次以上來洗車的 洗車加打蠟 有時候在那邊摸摸也可以摸個兩三個小時 有的客人比較愛洗自己的車嘛 都來小市這邊 藥水用我的不用錢的 泡沫水什麼都不用錢 搞不好有涼的可以喝 還有人可以聊天 真的啦 我們有些客人來回來 停的就洗了 然後自己慢慢在那邊擦蠟 在那邊抹蠟 空氣槍吸塵器 全部都用不用怕的 多熱鬧多好感覺很好 像有些客人每個月來太久沒來 我看到說你怎麼那麼久沒來 你知道嗎 還會怪怪的 太久沒來洗車我還覺得怪怪的 常看到常看到大家就熟了啊 1.6的MK3開箱會沒力嗎 不會 為什麼不會 他那個變速箱是不是很多人在那邊靠腰 MK3 Focus變速箱 可是我跟你講 陳也那個變速箱 敗也那個變速箱 陳是什麼 有力 接近手排的變速箱 他真的有力 省油 他也真的省油 變速箱是這樣 引擎輸出 一個固定的馬力數 例如200匹 你經由所有的傳動機件 變速箱傳出來一定會有損耗 就跟中華電信的光纖一樣 他說他那裡有100米 結果送到你家來準備10幾 有可能嗎 你東西要傳導一定會有損失 不管是熱損失 還是機械的損失 其實引擎不是最主要決定一台車子的 速度的一個很重要要件 大部分的 這個車廠在比 為什麼變速箱很容易壞 你很少聽到炸引擎 可是你很常聽到掛變速箱 你很常聽到為什麼新車變速箱有出災情 因為變速箱其實真的是一個很精密的東西 他很可憐 引擎只要努力的輸出就好了 或者是他要努力的省油就好了 但是變速箱不是 變速箱你還要兼顧說 你想要他 熱血按support的時候他就要怎麼樣 你想要他省油的時候 他就變速箱邏輯又要變怎樣 然後他又要負責這麼多的傳導 這麼多的傳輸 什麼時候要換三檔 什麼時候要退二檔 其實他很累 而且他 還要這個減少這個輸出的損耗 所以變速箱基本上就是一個很精密的東西 所以你常常會聽到變速箱的問題 所以剛剛講到MK3這個變速箱我覺得 因為這個變速箱讓他變得 很有力 但是也因為這個變速箱 讓他的 所謂問題 好像感覺會比較多 煞車輪環需要多久換 需要使用原廠料嗎 建議啦 那一條原廠料其實差沒多少錢就用原廠就好 或是用一些 改裝的料或金屬的煞車油管也可以 那個沒有一定的時間 那個就是每一次保養的時候要檢查 那種東西就是 你使用的習慣跟你存放的環境 所以那個沒有沒有定期的 網路上賣的車門撿正片 一顆小小的那種會有效果嗎 你是說在那個catch上面再加一個盒子那個嗎 如果你電的位置對的話應該還是有效啦 如果你的門本身它就是會晃動 那你把它電到正確的位置我覺得應該是有效的 MK2的價格都快比MK3高 對 沒錯 你現在MK2.5啦不是MK2啦 MK2.5的focus 它有一批 我跟大家講有一批可以去買 它是這個四門1.8 四個安全氣囊有循跡防滑的 電動椅 恆溫空調 它雖然是最傳統的四速自排 油耗沒有很漂亮 但是它四速自排 傳統四速自排 其實真的那個冰箱要它壞掉的機率 會小很多 然後再來一個它的安全 的配備也夠 四個氣囊雖然不是 沒有像現在的六個氣囊那麼多 但是我覺得至少側邊 防護都有了 再來它車體結構不用多說 本來focus車體結構就還不錯了 然後配備又還 該有的配備應該都有 所以我覺得 而且又便宜 那一代現在在買應該 車 很漂亮緊繃漂亮 是二十幾萬而已 11年12年左右 末批是12年 末代是12年 那個如果你是比較保守的人 你可以買那一代 老師怎麼不搞維修保養 不要了啦 維修保養都是另外一個美工 其實人是這樣 你一旦你在螢光幕前面曝光 你有一些知名度 小小知名度 人家說有知名度做生意好像很快 成功很快 我跟你講 會產生問題 也都是在知名度 你這樣的知名度 你開個維修的東西 那維修的東西有時候 其實 有時候你修東西跟客人的預期不太一樣 你知道嗎 你跟我用什麼正常還是副廠的 你跟我用是什麼牌子 大陸的還是什麼 怎麼那麼貴 工錢要收500 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那問題太多了 真的 賜一個師傅 賺錢要工錢 可是通常人家 台灣 好我再換一個角度講 台灣的工時不值錢 所以為什麼台灣這麼多商人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台灣很多人喜歡做商人 賣東西賺差價 我去那裡做到要死 幫你換一個燈泡收一個百貨 我換貴喔換一個燈泡要百貨 燈泡一個不是只有50塊而已 你知道嗎 台灣的那個 專業 不值錢 我今天是聽到歐洲哪一個國家 原廠的修車 他們原廠修車工時是200英鎊 我忘記哪個國家了啦 我忘記我今天才看一個影片在講 所以 台灣工時真的差很多 你做油炸的 做水電的 炸到要死 做到要死 一小時多少 2000 3000 那算老債服啊 對不對 你應該跟美國一樣貴的鑰匙 貴到 你捨不得花的人 你就自己去買油漆刷回來漆 你工時應該回復這樣啊 每日通勤30分鐘 高速公路建議買幾年份內的車 越新越好啊 建議啦 你如果日系品牌買在5年內就好了 預算有到的話 不是 我就這樣 給他一個觀念 買二手車就是什麼 你除非 你有自己喜歡的 我就喜歡 Focus 我就喜歡馬3 你已經把你的需求訂出來了 但是這個 在你對車沒有任何感覺的狀況之下 你只是覺得車子是一個代步工具 那一定是買越新越好 在你的預算內 買到越新越好的車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就跟人一樣嘛 因為越年輕出 出怪手的機會就越少 你像我這個年紀 隨時都準備出怪手 身體 身體哪一天就出怪手了 營業車有什麼可以建議的嗎 營業車其實也相對單純的 你要的就是空間跟這個維護容易吧 應該是吧 或者是有些人會有 他覺得他車要 這個開那個什麼 尊榮級的Uber那種有沒有 他就有一些車種的限制 請問世代馬3原廠為什麼沒有填窗 有些是因為結構的問題 那有些是因為他 原本這個模具出來就沒有填窗了 所以他就沒有在做填窗 以前台灣還有那種後改的天窗你知道嗎 比如說來台灣做出來是沒有天窗的 然後再 包給外廠 有那個以前有專門在挖天窗的廠商 有一間很有名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叫荷蘭皇家天窗 那可能原廠一批車比如說200台300台出來 然後就外包給他說這300台 每台都幫我開天窗 看多少錢這樣 然後他就去 就每台都幫他開天窗 你知道嗎 本來 本來生產出來是沒有天窗的 後加天窗的 所以那個開關看起來都不像原廠的你知道嗎 都是那種 光華商場買的那種按鈕你知道嗎 比如說像我講一個最簡單的 K8以前我們在開K8的時候就好 K8原廠沒有出天窗的 只有進口Cube有天窗而已 我們就很羨慕有天窗 上路浮 陽光照射在我的頭頂上那種感覺 開車那種 然後就去問 他有兩種 一種是沒做排水溝的 直接挖一個洞蓋起來而已 那個久了都會漏水 然後第二種就是有做排水溝的 一種只能上線 他就是一個那個機構按下去 推上去 只能通風而已 那還有一種電動的 電動就有排水溝 那就往後收 那你的那個天窗就會降低 因為他要 預留一個天窗收進去的位置 以前那個有在外改的 160好養嗎 不好養 那個年代BMW沒有好養的 也不是說沒有好養的 就是 那個車很棒啊 買也不貴啊 160現在買應該 十來萬應該都買得到啦 問題是 還是我講的 不管你買160 1190 146 113 小的都可以 你就是要準備一筆錢 然後你要慢慢整理它 一定整理得到 給你吃黑油啦 給你做引擎燈啦 膠袋甩去啦 方向機油扶給你漏油啦 哪裡趕快你漏油 有的沒有的 你就是要準備一筆錢整理 如果有線上 你在這個外面的賣場 FB看到有人說無代休 賣一台老米連跟你說無代休 那你就要小心一點 也跟大家分享過 基本上客人問我說小師哥你那個 比如說15年以上的 BMW有沒有代休 我都跟他講有代休 不可能 BMW 一年四季都是代休的 包括自己是BMW車主也是一樣 我不相信在玩BMW老車人 有一個人會去說 我的車都沒代休 有這種人 但是我跟你講 萬中選一而已 我相信有人 真的稍微車子稍微漏油 他就去把它處理好 花錢處理 有這種車主 但是我的經驗 我覺得 100個裡面 就幾個而已 大部分都是很習慣了 露一點油 正常 你知道他是選擇不去弄 而不是 無代休 有代休 永遠都把代休 超過15年以上 BMW無代休 我幹嘛 只要我賣的是老BMW來問我 我一定說 幹這一年四季 都在代休 看你的標準在哪裡 看你的眼光在哪裡 10年的S60好養嗎 備用修車費要準備多少 沒有 要看你買的車的車況 基本上 我S60 也算賣蠻多的 我覺得 我這邊出來的車子 事實上我認為 當然第一年要在我這邊花到什麼 修車錢機率 蠻低的 第二年以後我認為 以一台 S60 10年的S60大概10年左右 10年左右的S60來說你一年 預備起來修車費 我認為 我猜應該會在 5到8萬 那這5到8萬我覺得是備用 還是老話一句 這就是備用的 就是你要開這個車 他忽然要跟你要5萬修一個東西 你是 不會對你經濟造成困擾 當然如果這一年內 5萬8萬沒有花完 那就是 留待明年 好永遠都有一個備用 這樣子就好了 網站的價錢 有機會談嗎沒有 我們都固定了 等我賣不掉我就降價 我這樣講會不會大家都撐著不來買 等我降價 這就是市場 我認為車子就是這一個市場 你不買 小市好貴 小市的focus好貴 不要給他買單一降價 結果你等等的幹賣掉了 好下一位 有沒有 那當然就代表說 你不代表行情 你覺得貴但是事實上 市場不覺得貴 這很像網股票 100市還會賣利 140塊能買 我怎麼賣 100市還會沖利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市場 還是真正市場的價值跟行情 就是由市場來反映 有希望代理進來的車品牌 我嗎 我覺得 愛快吧 想想而已 不可能 那多少錢 笑 為什麼二手上都說有很多車 但總是說缺車 這有兩個面向 其實這個喊缺車已經 喊成一個習慣了 缺車缺車 因為這樣才有生意做 你知道二手車行他車不一定是留著自己賣 他可以轉手賣掉 所以他 其實他每天能收到車越多越好 你知道嗎 他收到一台車 收10萬 10萬3000 10萬5000賣給同行就好了 一天可以賺好幾千 甚至好幾萬 以前有個故事 我還沒進入這個行業 的時候 這個當然都聽老鳥在講的 以前的 二手車這個行業是這樣 比如說高雄的車行 的老闆 一早呢 搭了這個火車 搭到台北 開始在台北的同行 車行裡面呢 盤車 就跟人家買 好 講好了買了一台比如說20萬 買了一台嘉年華 Festiva 好開開開開 比如說開到桃園 又進去車行巡巡巡 然後呢把這一台買了20萬的這個嘉年華呢 賣給桃園的 車行 賺了 五千八千 錢回來了對不對 在桃園那邊再買一台車 買了第二台車 假設是這個天王星 開到這個新竹 又去新竹同行 繞一繞一繞 新竹同行說你這天王星有買嗎 有啊 再賣天王星給新竹的 車行 賺了幾千塊錢 又在新竹買了一台 saddle 比如說 一天賺好幾萬 這個故事是這個存在的 在好做的時候 因為以前的這個資訊落差比較大 難道這個台中的車行 不知道他這台車開來賣 他有賺錢嗎 知道啊 可是問題是 我是台中的車行 我不用一趟路跑到台北 跑到桃園去盤車 然後再回來 有人賺個幾千塊 幫你在台北也看好車了 然後開來賣給你 賺個幾千塊 合情合理吧 所以以前常 你們常看新聞 什麼南車北送有沒有 但是以前你知道 現在高鐵 你看我們打贏 坐著 要跟高雄 要跟台南 對不對 直接處理就回來搞定 以前就可以這樣 一站一站去 一天賺好幾萬 真的一天賺好幾萬 你認真過來一點 台灣前煙角木的時代 只要你肯做 你就賺得到錢 長期下來 現在那一些 有一些現在很大間的那個 車行 第二代的車行 現在都第二代了 因為我講的是第一代在幹的事情 現在有很多車行的爸爸媽媽 因為現在是少東接手了 他們爸爸媽媽以前都在幹這種事情 所以這個 家業有守承 有守住 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去拔轎 對不對 生氣了 飲宿酒 有的沒的拔 拔軟 開拔了 基本上這個錢有守下來的 現在都很有錢 真的 我還在東行中後東路 那爸爸的時代拼起來了好幾間房子 松山區 這邊南港這邊一大堆房子好幾間 然後兒子再努力一下 這輩子都不愁吃穿了 最可怕的事是什麼 比你有錢的人 還跟你一樣努力 那你就完了 追都追不上 對 一天想 我告訴你這個有夠感心 我這一包放在這邊已經放兩個月了 不是快速肉乾 我是要跟大家講 送這個模型來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你知道我其實已經在動態發佈過了 我一直在 在直播再講一次 你看 第一個他送來這台車是什麼 是我的那個 馬沙拉蒂 有沒有 還有還有 第二台 我都捨不得開啦 有沒有他送跟我開的車一樣白色的 馬沙拉蒂 還有還有還有還沒還沒完喔 我真的覺得 有你們這一些 支持我的 觀眾朋友 我實在是 大部分的時間都讓我覺得很感動 你看 柯P傳教室 柯P的旅行車 你看 重點來了 柯P的旅行車是什麼 還有附書包 背包沒有大金 還有這支 紅甘 有沒有 你看這個 你不感動嗎 還有還有我跟你講沒有那麼少 我真的去幫他做一個 內牛滿面 你看 第三台 馬沙拉蒂 他是在外面看到有馬沙拉蒂都給我買回來了 然後還有 還做小私汽車的這個調卡 有沒有看到 然後這一台車是什麼 全小私汽車 最炮的一台車 壓背有 還拉線 有沒有看到重點是他還拉了跟泰山一樣的線 親像壓背有 泰山這個這麼low的線他還把他拉出來 而且啊 他連500都買了 菲雅特500 我如果是女的 我就以身相許 你運氣好 我是男的 若是女的我跟你講 你就跑不掉了 分享一件小事我跟小事買生死完全沒想要殺價 分享有同事竟然被笑 我就跟他們說 跟崇拜偶像買東西會殺價嗎 不是 他們笑你你就跟他講說 你看你去誰來都一樣 這個就是我的另外一個想要創造出來的一個消費環境就是 我今天我所有的車開出來就算你是親朋好友來也是這個價錢 你知道嗎 其實我店裡面有很多這個朋友介紹來的親戚介紹來的 買過車的客人介紹來的 我跟你講價錢都一樣 我親弟弟買車價錢一樣 我們的員工有員工價我認真講 但是 我今天我要營造一個 因為以前就是我就常遇到這很奇怪的事情 為什麼 這個故事很多人沒聽過再講一次 以前我跟大家分享 以前我就 某一天我就接到一個同行的電話 他說小事你那邊請問一下你那邊有沒有artist 比如說什麼年份的 我說我那天去你店裡我看到你店裡不是就有一台嗎 他說那台不行 那台以前坐過計程車 是我舅舅要的車 不能賣他 這是第一個故事 我就覺得說 你一家店裡面你怎麼會去分說 哪一台車可以賣給親戚 哪一台車不能賣給親戚 那不是很奇怪嗎 那不是你親戚的不是很倒楣 這個有一次我在某一個同行在聊天聊一聊 他下班時間 收一收我說下班啊一起走啊 我就等他關店嘛 然後我就看他站在他的公司廠上在那邊 插著在那邊 東看西看 我說你在看什麼 他說我在想等一下我下班要開什麼 哪一台車回家 我說按靠腰啊你經常沒車 二三十台 隨便開一台就好了 我說 那台雞人 那台雞人好像 會抓溫度 我說那你看那台雅哥啊 不行那雅哥 阿德里好像沒電 一連問啊 跟他講了好幾台 都不行 冷氣不冷的 沒大排的 什麼小的 那我那時候 我是沒講什麼 但是我那時候我這個年幼 那時候我還年輕嘛 對不對我年幼的心靈我就在想 我說怎麼會 你開一間車行 結果裡面的 車連你自己要選一台車開 都是一件這麼困難的事情 然後你要把這些東西賣給人家 我覺得 很怪 所以我就想 那時候我還在 別人的公司上班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我心裡我就在想說如果有一天 我開一間店 我可以開一間車行 那我要我店裡面的每一台車我下班想開走都是可以開走沒問題的 我不用在那邊說那台怎樣那台怎樣 那當然停牌是一回事啦 有可能他沒有牌那真的就不能開 然後第二個是 我希望我以後開一間店 每一台車 無論親朋好友 還是隨便一個路人來跟我買 都是一樣的東西 沒有在分什麼這個可以賣 親戚那個不行 這個是要賣客人的 這個是要賣朋友的 沒有這種東西 我開一間餐廳就是親朋好友都歡迎來吃 大家都可以來吃 消費者來吃也好吃 親朋好友來吃也覺得好吃 我自己吃也覺得好吃 應該是這樣才對吧 是從那個時候我開始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包含價格也是 我就覺得 為什麼要分 大家都一樣就好了 弄那麼複雜幹什麼 那個結帳 先生請你回合 沒有 來喔 你現在幫我們掃這邊QR Call 先加入會員可以打95折 有沒有 然後我就掃 填資料 好多 姓名 住址 按半天 為了95折 有沒有 在櫃檯 為了95折 好不容易注射好了 小姐有了 我注射好了 有沒有 剛好有95折喔 先生喔 你現在剛好1700 我們現在滿2000送200 你要不要再湊一下 是喔 又去逛了 好再去湊 先生可以喔 先生我們這邊這邊有個幾點卡 那個每100塊可以有一點 那你現在這個有20點 那你可以再換兩樣贈品 那後面有沒有東西加價購 有沒有 有夠複雜 來今天乾爹首先介紹一下好不好 地表最強的什麼 噴霧罐產品 只要你住在台灣 對不對 應該沒有人不認識恐龍吧 專業的品質 扎實的服務跟創新的產品 讓恐龍在五金界成為領導的品牌 更持續發展產品進入汽機車維修機械五金 建築材料以及DIY自行車維修通路 更於2010年發展生存遊戲的用品 並且行銷到眾多的國家 是一間老字號的公司 好不好 台灣貨 台灣貨 然後這個再來一個就是這個 地表最強的雙鏡頭 阿鐵Dash 乾爹剩兩個 我可能啊 瘋瘋狀況還好嗎 現在我們要自己幫他打皮下 因為他腎臟有問題 可是我們今天兩個試掉了五支針 都失敗了 一個就是我們捨不得把針擦到他肉裡 就是要掉點滴 把那個水分 存在他的皮下 然後讓他慢慢吸收 因為他就是水 攝入的水不夠多 沒有辦法幫腎清理一些髒東西出來 所以才會尿毒症 對不對 然後我們 真的擦不進去 那個醫生 都叫我們要自己學會打 可是我們真的擦不進去 而且他在 受醫院 那邊的護士或醫生幫他擦他不會叫 我們擦 那個針才碰到皮他就乾了 我不知道是我們太軟弱還是他 怎樣我不曉得 反正我們今天 浪費了五根針 就覺得 就不敢擦 對啊 我今天為了這事情還 對我老婆生氣 我覺得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學打這個 我為了他我可以每天帶他去給人家打沒關係 可是為什麼我要自己去 把針刺他的 皮裡面 我為什麼要自己做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 很奇怪 我有時候遇到這種事情我還蠻逃避的 區間測速重啟怎麼看 沒有就不要超速 他應該有蠻多必須要修正的地方 而且其實台灣的 一些 三寶跟超速已經夠多了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你往往你會遇到高速公路有一個狀況 就是三寶他很慢的開在快車道 他原本他就已經開很慢了 比如說 可以開到110公里他就可以開個90幾 然後在快車道 那沒關係 我常跟在這樣的車後面 問題來了我常常在講 他已經開很慢開90幾了 然後他看到 測速照相機他還在踩煞車 你已經在限速內了 你看到測速上你還是在踩煞車 所以 區間測速現在他有些問題就是在於 很多人 他原本就已經三寶了 他現在知道這區間測速我跟你講他永遠 比如說你平均是時速假設是50好了 他可能頭到尾都給你開30 有沒有這種車 有 一定有 而且很多 你有沒有發現 這也不能怪他 因為 他也不知道說 他有沒有超速 他覺得最安全的方式就是 我開40以內就好了 所以他會開得很慢很慢 好他變成會開得很慢 我覺得 你應該是第一個你要做區間測速 所以你要做區間測速的路段 的時速的規劃 你必須要規劃好 對不對 那你區間測速 還是怎樣 再 限一個平均時速 比如說50公里不能超過對不對 再限一個最低30公里 你如果太慢有沒有 也會被拍照也被罰單 有沒有 這樣以後你要過個自強隧道 假設你要過自強隧道 你現在考他媽的駕照 還要玩那個 PS的GT一樣 考職業駕照 你的時速要維持在30到50之間 平均時速 太低 開罰單 太高 開罰單 不是 他裡面是有問題的 我覺得 我常在講一件事情 假設我先假設 殺人要判死刑 我覺得是不甘絕大多數人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 你要執法 你要一個法規 立一個規定出來 要罰 我覺得OK 但是你是要正確的 我不超速 基本上 限速就不干我的事 但是你的東西如果擾民 那就影響到我了 所以我認為說你立一個法規可能要 有很多地方要修正 我覺得不是那麼 也很難做到大家都滿意 我講實在的 我看這也是罰罰罰罰 人 有人在的地方問題特別多 所以我沒有什麼看法 其實我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很少 去講什麼跟政治有相關的事情 因為我對這個真的很無感 你知道嗎 我只想著說 我要照顧我周圍的這一些人 員工也好 老婆小狗小貓都好 自己的爸爸媽媽親朋好友也好 我光 照顧我們周圍人 我照顧一個公司 我就忙不完了 我實在沒有空去 我坦白說我是一個對這種事很漠不關心的人 反正我覺得那就是這樣 我覺得我也來的研究 講難聽一點 我覺得怎樣 有什麼重要的 我今天在那邊幹腰 幹的區間測速 爛東西 老名 都在老名 只想要錢而已 有個屁用 200多個人在看 有個屁用 自嗨 好也許某些人會覺得我這樣的人是 對我這樣的人是很不屑很討厭的 因為覺得默不關心 默不關心 但我覺得每個人本來就 有每個人想要過生活的方式 那我選擇的方式就是我不想要去關心這些事情 就很簡單就是這樣而已 因為我有其他 我覺得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是這樣 Lancers才半扭的油電車剛發動引擎有啟動的話 P檔入D檔感覺變化箱會抖一下是正常嗎 原廠說正常要有停車先N檔再P檔 我覺得不太常 看你停車是不是在斜坡 或是你是停在平地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建議你 發動之後 對啊我覺得原廠說的也有道理 他的想法跟我一樣 他叫你先入N 拉手插再入P檔的意思就是 是不是你停的地方斜斜或手插都沒拉緊 所以造成變速箱有一個 齒輪有一個差異 這變速箱我講的一樣 如果原廠他有幫你連接電腦 變速箱是沒有故障的 那他就是正常 現在二手車還在漲嗎 他沒有漲 他就是有啦有啦 漲一點點 可是 你們不要以為是一直這樣子上去 不可能 20年以來我感覺很憤怒 20年在這個行業 今年看到已經覺得很誇張了 不是你們想像的這樣 就是在過年前漲上來 然後就持平這樣 好 大家晚安 好不好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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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love 夜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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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也行程 這關官 cks 斷了